SARS 通知SARS 驗熱 SARS之後我們其實我們在台灣的建立所謂的傳避醫療網 那分區都有一個應變的一個體系跟指揮官 醫院等等 那也就是因为SARS之后 这样子的一个业务的建立 在平常就有演练 那物资的储备 人员的演练 那动线的演练也好 那每一场每一场的教育训练 在这么多年来 累积了很多的这个人员 人力 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医师 还是我们的感管师 都这样子在这个反复的 十几年的演练之下 造成这一次各医院各个区域 都能够有充足的这样子的 防疫的人员 我们的感管师们 医师们 在这样的体制之下 都能够有很好的能力 来应变这场疫情 那所以这次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成立之后 上面的政策 在我们下面的这些体制医院里面的 医师感管师很快的 就能够同步 搭上这样子的一个指令来执行 所以显得相当 大家都充分准备 那其实也是拜这十几年来的 落实这样子的体制下的训练 人才的培育训练 物资平常的整备 那才有今天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到目前为止 算是很成功的一个 体系的一个防护